日前曾指导风声西风烈神探亨特章的著名导演高情书为好友 自会形象牺牲良多的首次荧幕上大十度的表演 把涉事卫生的小伙伴们都吓呆了 高情书为好友喝出去的这段表演 却被影片宣传拿来炒作 对此高道唾气道 特别可笑 我觉得这种东西 现在这个电影 怎么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不能损害别人为主 就营销你自己的片段可以 但是你怎么能损害别人呢 为了影片宣传被有心人拿来恶意炒作 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部热情的高情书导演 昨日一大早 又现身某影院跟观众互动 一同提前观看了 被专斯卡梅隆称之为 有史以来最好的太空题材电影 地心引力 以上他的高情书 边吹捧边自嘲 抖得全场哄笑 我要是相机都狠狠 他上场片子赔了好几亿人比 人类之子 拍得特别牛逼 但是呢 票房不太好 真的跟我去 去年11月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引发了MX观影狂潮 被誉为必须观看MX版本的影片 今年接力棒则传到了 地心引力的手中 在中国上映前 地心引力所收获的一波波好评 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 要观看MX版本的影片 才能体会决赞的事效 影片由阿芳索卡龙指导 桑德拉布洛克和乔治克鲁尼 两大好莱坞巨星主演 在此之前 地心引力早已在全球掀起观影狂潮 收获无数称赞 MX大屏幕上所展现的 无比清晰装美的太空 以及真实的宇航员生活 让观众失灵其境 体验离次太空旅行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